我们今天又找吃的地儿 看看晚餐在哪儿吃 中餐吃鸡 晚餐还吃鹅吧 看这家是贡鹅 买了他家的贡鹅 买了四分之一只 一半的一半 很大一盘的 看这领菜有啥 摆啥了这是 冰雪冰村 水蜜桃味的瓜子 第一次见 哇呀 冰雪冰村还有水蜜桃味的瓜子 送你的是吧 买的 还买的 天安啊 好吃嘛 冰雪冰村 因为不是喜欢桃吧 我就给你买了 哇这个地方 我学来越来越喜欢河肥这个地方了 好多鲁味店哦 鲁味店意味着啥 你知道吗 意味着有肉吃 有肉吃的城市还可以 我想买鹅来吃鸡吗 我想吃他家那个鸡 但是买鹅了哟 那天就想吃买鹅了 买完了我才想起来 又完蛋了 他的鹅好大一盒 咋办呢 给福伯乐吃啊 有没有小份的 我们来一份好吧 我就想尝尝什么味道 哇这里凉快 哇在这里 这里边 这个就是老乡鸡是吧 你的饭 这是中午鸡 中午鸡啊 对 就是他说 总要卖鸡吗 我和他们 我要吃那个鸡汤 我们中午喝了 晚上别喝了 天天吃鸡 或者现在买鹅了 我都不来吃鸡 没关系 鹅我们可以拿鹅再回家 这样吃吧 它是用的 超大的油色的吗 这个鸡肉很香的 嗯 好吃 很清淡啊 是吧 但是拿出来吃的也不清淡 你看看 再来一杯 你比如说加的冰块也挺凉的啊 是不是 以前不太这样适应 以前都是吃过的 你都可以啊 看这酒就变淡了你知道吗 妹妹我没有打 啊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再去这个超市去买点好吃的 要不明天吃减肥餐算了 你面条有吧 有 你看宠物 你不你俩不能进 宠物禁止住那个 这晚上咋吃的 这啥呀 我叫你一声 你敢答应吗 我没吃过这么像葫芦的葫芦 我也没有 买一个 你吃过吗 怎么吃啊 吃过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答 嗯 答 猪八戒 算了 算了吗 算了干啥呀 你还是少吃这个味道 买点香菇吧 我去的香菇怎么那么大呀 哇这个香菇 可以少来点吧 我的香菇好大就是啊 嗯 来点 原来我有个同学是种香菇的 种香菇的 嗯 其实这个好吃 割掉那块可好吃了 嗯 梗上面很硬 他们都扔了 然后上次我弄过来 我老妈做的 哇真香 好可以了 少一点哈 够明天晚上吃的就行了 不算要吗 调料都没有是吧 蒜跟姜没有 少买点吧 你看吧 好吧 好吃 嗯 我看看这边有啥吃的 鸡蛋有没有啊 鸡蛋有 鸡蛋有哈 天呀 这房车除了 还得烤得烤得吃啥 你就算了 肉就算了 肉是多了 吃那个鹅吃顶多了 哎 吃馒头呗 馒头省事呗 大馒头多好啊 来一袋就好了呗 一人一个 明天中午吃 哦 它这有拌面的呀 这拌面好吃的呀 麻辣凉面 它有个飘香拌面 辣椒的呀 剁椒味 看了 爆香排骨 好 来三份拌面 来 中饭也有了 拌面 这挺好 来拿着 好了 吃饱喝足 我们现在回家 回家今天累着了 主要做 今天早上起太早 我根本不需要那么早 对不对 嗯 但是确实要练一下那个 那什么哈 是吧 对 有一个值得了 明天应该也没啥事了吧 我没有直脚转弯跟 曲线行驶还没走呢 还晚一点吧 没事 明天我们就定了8点半 被天到7点半了 好的 实在起不来